单身30年的女人 正穿着睡衣涂指甲油 为了下午的相亲 她要精心打扮一番 突然窗外一道人影闪过 一直在门口徘徊 女人以为是相亲对象提前来了 打开门热情地邀请她进屋 自己回到房间换好衣服 可眼前的男人和朋友描述的并不相符 朋友给她介绍的是个高富帅 可眼前这个男人胡子拉差 一脸猥琐 嘴里还说着轻薄的话 李兰达意识到她并不是自己的相亲对象 于是呵斥她赶紧离开自己的房子 否则就要报警了 只见那人缓缓走向门口 直接将门反锁了 李兰达意识到事情不对 可谓事已晚 沃克直接揪住她的头发 将她压在桌子上进行侵犯 无论她怎么挣扎也无济于事 事后 沃克迅速逃离了现场 当真正的相亲对象 满怀期待地捧着花莱夫约时 发现门扮演着 她礼貌性地敲了敲门 走进屋内 看到李兰达的惨状 她直接呆住了 赶紧打电话报警 崩溃地向警察描述当时的场景 此时的米兰达 被沃克打得鼻青脸肿 正躺在医院接受治疗 她本是一名乐观开朗的护士 与同事们的关系融洽 可是如今马上奔三 还是母胎单身 知道米兰达有严重的洁癖 所以好心的同事惊挑细选 给她介绍了一个高富帅 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对于有精神洁癖的她来说 这简直就是灾难 一度让她陷入了绝望 她渐渐回忆起沃克是一名外卖员 虽然凶手已经绳之以法 但这对米兰达的创伤永远也无法抹平 从这以后 她的性格大变 喜欢一个人待在屋子里 脾气也开始变得暴躁 稍有不顺心就会和别人发生争吵 在工作时 双手止不住地发抖 针头都拿不稳 严重影响了她的职业生涯 对于梦想走向手术台的她来说 这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这一天 她彻夜难眠 突然看到一旁涂涂画画的纸条 她心中有了主意 她开始给监狱里的沃克写信 结果被拒收 但是她没有放弃 继续写 黄天不负有心人 终于有一天 她收到了回信 上面写着 你赢了 沃克终于决定见她 女人一身洁白连衣裙 露出性感的后背 走进监狱看望 因侵犯她入狱的男人 男人以为她来看自己的笑话 低着头不停道歉 女人没有责怪她 反而问起监狱的伙食 如同好友般闲聊 男人感受到女人并没有恶意 从这以后 米兰达经常性地来监狱探望 对沃克嘘寒问暖 二人互相分享生活 感情逐渐升温 久而久之 沃克竟然爱上了米兰达 看她的眼神都逐渐变得温柔 然而这一天 米兰达照常来监狱看望 沃克却没有出现 预警告诉她 沃克不会来了 原来她为了尽快减刑出狱 见到米兰达 被遇有欺负也不还手 爱情的力量果然很神奇 当沃克掀起衣服 露出那几十厘米的伤疤 米兰达却露出意味深长的表情 很快 沃克因为表现优异 获得减刑 马上就能出狱了 她将这个好消息告诉米兰达 并表示 出来以后一定好好补偿她 但如果米兰达不想见她 她永远不会出现在她的生活中 听到这个消息 米兰达不但没有害怕 甚至还有一丝喜悦 探视完 米兰达接到父亲的电话 原来陪伴父亲多年的老伙计 宠物狗突然去世了 她安抚着父亲的情绪 并将狗狗安葬 这天 在医院工作的米兰达 收到了一束花 原来沃克已经出狱 她打来电话 表示自己希望和米兰达保持联系 并询问她是否能见面 米兰达表示自己还未考虑好 让她暂时先写信或者打电话 可沃克再也等不住了 暗纳不住心中激情 偷偷来到米兰达的家 看到眼前这个自己曾经伤害过的女人 她竟羞愧地后退了几步 害怕米兰达不肯接受自己 没想到 米兰达欣然同意她进屋 她在草坪上种花 而她在认真地修缮房子 你是否以为 他们就此过上没修没造的生活 这就是斯德哥尔摩情节电影罢了 然而 并没有 女人露出性感的肩膀 不断释放自己的魅力 男人被她深深吸引 忍不住想要靠近 男人的目光紧紧围绕着她 沃克曾经侵犯过她 在监狱里 米兰达还经常去看望她 出狱后 沃克为了弥补之前的过错 来帮她修缮房子 看到屋顶有个大窟窿 她甚至自掏腰包去五金店买工具 结果正好被米兰达的父亲看到 父亲担心女儿的安危 赶紧来到女儿家中 告诉她 曾经侵犯过她的男人出狱了 要注意安全 可是米兰达却不以为然 向父亲解释 沃克是来帮自己修房子的 这让父亲难以理解 为什么还和这个人渣有来往 他让父亲不要多管闲事 父女二人不欢而散 而这一切 全让沃克听到了 晚上沃克打来电话 表示自己不应该再出现 没想到米兰达安慰她 不必在乎老人的看法 这一句话让沃克直接心花怒放 第二天 又屁颠屁颠地来帮她干活 此时的她还不知道 自己将要大难临头 看着大汗淋漓的沃克 米兰达贴心地给她递了一杯柠檬水 沃克没有丝毫怀疑 一饮而尽 没过多久 她开始感觉全身乏力 胃力开始翻腾 双腿直打哆嗦 一下子晕死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 沃克从昏迷中醒来 发现自己被绑在了地下室 这时 米兰达终于说出了自己的真实目的 原来这一切都是她的复仇 去监狱探望她 是为了让她放下戒心 死心塌地地爱上自己 然后她用父亲的狗做实验 调出了致人昏迷但不致死的药物 放在了那杯柠檬水中 现在 米兰达就要开始折磨沃克 她将手伸进被子 让沃克握紧她的手 使尽用力 米兰达被疼得挖挖直叫 随后又抽出手大笑起来 原来 沃克握的根本不是她的手 而是她自己被锯了的左手 沃克发出撕心裂肺的吼声 然而 更狠的还在后面 米兰达扒开被子 沃克发现自己的作案工具也被没收了 绝望的哀嚎声回荡在地下室里 折磨完沃克 米兰达惊奇地发现 自己双手颤抖的毛病竟然好了 看着被自己折磨得半死不活的沃克 米兰达满意地笑了 好了 喜欢这期视频的朋友 不要忘记点个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